《文化》 文化,其實是我心中關切的一件事情 我年輕的時候辦過現代文學 影響了、改動了那時候的文風 然後又走到了戲曲 尤其是昆曲 然後《喉嚨夢》的推廣 我做這些事情是一路一脈相承的 那麼好像要出這本書來把它說清楚 我們的確在武士運動的時候 也想要一個文藝復興 不過我現在看起來他們有些地方可能走差掉 21世紀我想不是那條路了 應該回到我們自己的古文明那邊去取得連感 在傳統的根基上面創新 《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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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推广过去了 有这个心在里面 一个快六百年的一个老剧种 我用现代的怎么样的一些元素 注尽进去 在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重放光芒 可以说一种试验 如果这个可以成功 是不是我们整个传统文化 也可以重新给它新的生命 那就一种在二十一世纪 中国式的唯一复兴 那时候真的冒蛮大的险 这些不可我为之吧 因为那些困曲要摔摸下去快没了 现在有点险 不像哪来这股傻劲 怎么会就砰冲进去就弄 事情有点不可思议 青春版牡丹庭 一出戏至少启发了困曲复兴运动 十几年来三百多场 我们去过三十多所高校 有几十万的观众 影响国内外 尤其是青年人 尤其是大学生 12月2号 刚刚在中文大学 演了一场校园版牡丹庭 是青春牡丹庭传承下来 北京十六个大学的学生 组成团 这些学生都不是专业的 什么学计算机的 学心理学的 什么做外交官的 什么学哲学的都 也都兴高采烈 而且很有志 觉得好像在传承一种文化 有那种心 他们身上就是希望 一种集体的文化的觉醒 这么美的东西 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 不是受西方影响的 200年来 我想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 可能是我们民族 每个人心中的一个隐痛 我一直也在思考 我们的大学史 是一部追赶西方科技的学类史 我们好像世界上的发言权没有了 我看到人家西方的东西 他们一抹相传 不管它经过多少战乱 可是它文化的优越感 从来没动摇过 自己回头看自己的文化 的确我们的文化认同 上百年来就有不完整的破碎的 对自己的文化 没有真正去认识它 这个《红楼梦》可以说是 我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首晚歌 这本书了不得 它那个小说的技巧 全无古人的 没有受西方影响的 看了一辈子的一本书 也教了几十年 2014年到16年 我在台大又教一次 教了三个学期 把这一回一回讲 这次让我很深入地讲 每个细节 变成西手红楼梦了 那里见多年 我考试考得好长 我一考考了六个钟 到八个钟 我守在那里 他们中间都肚子饿了吗 我就来披萨给他们吃 吃完披萨又鲜 我在台大就不一样了 我分两部分 就没考那么久 没有披萨吃了 我跟我几个助教商量 有的是刁难他们的 家母吃了几件东西 一定要看得很熟 我怕他们不看书 我觉得学生 至少要把这本书 从头看一次 把它当作 我们做伟大的小说 来读伟大的文学作品 如果大家 好多人都看过 牡丹亭 看懂了被感动了 我想那个人就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要保存精英文化 每次看困局不是娱乐 对我来说 每次看困局就等于是一个青铜器的展 宋朝乳妖展 我们已经摔落差不多两百年了 我想这个时候应该起来了 我这本书叫做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一个人不可能有文艺复兴 但是如果有一大批人 文化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热情 都有这种心 那就有可能的 事在人为 我看至少 现在没有悲观的权力 是不是 我去看困局 都在什么 是不是 我去看困局 你 吗 我去看困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